词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想给练 想给练 干啥 我想请你看电影 你没看我这忙着呢 能别捣乱 行 我等你啊 小米热 小米热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晚上跟我看电影啊 不去 教你去啥呀 田笨笨 我刚刚邀请小米热跟我去看电影 你就来了 你还有个线连后道没有啊 你教你呢 那小米热跟人看电影她说了算 跟我去 行了 你俩能不能别在这捣乱 去去去上那边 上那边站会儿 告诉你啊 站那儿别说别动 坚持五分钟 等我写完了带你们去啊 行 行 我等你 小米热 只要她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 小米热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跟我比啥呀 那我在这儿不动 你还不动了 不动就不动 谁怕谁呀 从现在开始啊 谁也别说话 谁也别动 敢不敢赌啊 谁要是输了 就离开小米热 敢不敢 我跟您有啥不敢比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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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住啊 保持住啊 喂 蜜蜜啊 当门口是吧 好嘞好嘞 你等我啊 我这就过来了 来了 接风都在了啊 来看看我儿子 笨笨看见没有 笨笨在这儿呢 爹找着你呢 啥意思 你指爹干啥 说话呀 啥意思这孩子 就因为昨天 我说这两句 你跟我玩无声抗拒啊 你是像孩子你说 这简直是 没记 蓝小枪 你怎么也指我呢 把手放下 这孩子 这俩啥造型 狙击手啊 不是笨笨啊 你可答应爹了啊 周末回去吃饭 我跟你妈等你好几个礼拜了 你就在这儿给我整这个啊 啊 行 不说话是吧 王小倩 你是不是上我那个公司投简历 想当收发呀 那现在宣布 你被录取了 但是你要不说话 就说明你放弃了 行啊 这俩小子挺确啊 谁也不说话是不是 这为啥呢这是 我问问吧 这样啊 我问 要问错了呢 就外卫嘴 要问对了眨眨眼 行不 这招行 你俩在这儿 做游戏呢 哦 打赌呢 赌啥 哎呀这是 啊 喂小米粒吧 明白了 我看看你俩能继续多长时间 我给你俩掐着点 董事长 董事长啊 董事长 那个前两天我给你定了简历 你看怎么样 同意不同意 同不同意 你问他俩呗 他俩同意我就同意 这还有俩人呢 这啥 怎么 怎么 这他怎么一动不动呢 这也不知道哪个艺术家 在咱小区整俩腊馅 你看 啊 腊馅啊 哎呀 妈这腊馅做的真太真了 哎呀 你瞅瞅这涵毛做的 哎呀 这是什么材质啊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这网友馅 这下部的个阿妩的做的 哎呀 这抠都抠不加来 哎呀 董事长 这不真人吗 你傻呀 这可不就是真的呗 那是 那真的他俩这一动不动 整一玩人体艺术 来来来 大把大把大把 你先别人家艺术了 听叔叔跟你说啊 你只要把他俩给我整活了 我那公司 明天你来上班 什么呀 说话算话 行 这事交给我了 那个 董事长 笨笨吧 爱干净 对不 一会儿呢 你帮我搭把手 咱俩卡 给他插垃圾桶里 这一会儿呢 啥啥 啥招啊 这是 那是我亲儿子 你给整垃圾桶里边 你咋想的 亲儿子进垃圾桶里了 我可以给你当干儿子 想别招吧 想别招吧 你的招 有了 啥呀 看看这是啥 一年还随身带呢 哎呀 干啥呀 这是 写线条 线条 线条 干啥呀 哎 来事 好 那个 黄小千 看看这是啥 哎 哎 切瓢 只要你手往上一按 你就欠我五百块钱了 黄小千注意了 越来越近了 哎 黄小千 啥 王小千 你连钱都不在乎了 你这是咋的了 你啊 干啥呢 你这是 我这让他俩动作呢 动作你写的啥呀 你这是啊 金有王小千 借大宝五百元钱 谁借谁呀这是啊 你啥呀你啊 啊 董事长你不能这么念 怎么念呢 金有王小千 借大宝 五百块钱 这不一样的 这不你别写明白谁借谁 他当然了你手劲了 再写一个 你是天孩子 你是不是 再写一个 这回写个五万 哎 你把他家那房子也写里边呗 哎 行啊 行 行什么 行什么行啊你啊 啊 你想别的招吧 我这不是为了让他俩动他呢吗 你 你 行行行行 董事长啊 这个现在哈 闻的不行 那就得来伍的了 我家 那 那 他说给我翻 说话波士是不 哈哈哈哈 不是你 你 我告诉你啊 这我的体格要齐上去可就不好了 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这一天天是杀 都多好 你也是 你你给我挂 你 我 这多好啊这一 董事长 这不是解决了吗 你看看这回 哈哈哈哈哈 你俩败手是啥意思了这是 我就不相信 干啥呢 让他俩动 你想点这个有智商的办法 你生卷呀这 你这整活了 这儿子不残了吗 也不能 你看你看 不行啊 就给他俩养壳放倒 算了 养壳放倒 这能解决啥问题 这个 那最起码俩人不互相指了吗 都指天呀 那万一下雨不过篓子了吗 给他靠过来呀 哥呗哥呗 靠过来折了 这 董事长啊 冒昧的问一下 您太太身体好吗 啥意思 不行啊 咱就再要一个吧 你拉倒 我多半岁数 我还在要一个 这啥招一想 哎呀明儿啊 哎呀 他俩干嘛呢 叔叔正想问你呢 明儿啊 这俩孩子就这一个动作 一句话不说 是不是俩人因为你 杠上了 我刚才在这给公益活动撰稿 然后呢 他俩在这捣乱 我说你俩在那边站一会儿去 别说别动 站着五分钟 我想到他俩真 明白了明白了 解灵还需细灵人 孩子你上吧 你让他俩动会动会吧 哎呀 我说话那么好使吗 好了 你俩听我口令啊 预备放下 王小恰 田妹们 听我口令啊 预备放下 姑娘姑娘 你坐下 来来来 我估计你自作多情了 这俩根本不是因为你啊 哎呀 哎呀 大宝啊 董事长啊 他俩不是因为我呀 哎呦 我知道我知道啊 大宝叔叔问问你 你是不是一直单身呢 对啊 啊 田妹啊 啊 你是不是也一直 为谈及婚嫁呀 没有啊 啊 啊 大宝啊 哎 在咱们小区 有没有喜欢的人呢 哈哈 有 谁呀 嗯 我不能告你 哎呀 这孩子 咋没看你表白过呢 哎呀 你说这浴蚌相争 跟我这瞎把子有啥怪呢 啊 啊 哼 米儿啊 啊 你喜欢瞎耙子不 我 嗯 我不那么个影 啊 嗯 多大一只啊 哎呀挺肥呀 这样吧 叔叔今儿晚上给你们安排呗 啊 给你们加把火 定一套这个电影的情侣套票 哎呀 我跟你说暴命花儿子可乐全有啊 哎 董事长有冰淇淋吗 哎 我给你定个带火锅的 哈哈哈哈哈哈 走进哎 好了 谢董事长 哎哎我的天哪 今天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哎哎我的天 哎呀小米烈啊 啊 走啊 走就走 哎哎哎哎我看电影子了 你站那 往哪走 看电影子啊 看你个头看 看 小狗发方言 小米烈啊 你不说你不爱吃火锅吗 小米烈啊 你不海鲜过敏吗 你俩终于肯把手放下了 不是 你说你们俩 我就一直玩笑话 你还当真了 傻不傻 小米烈 不你说的吗 摄影带谁去看电影吗 我是说带你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 小米烈啊 那仨人一起看电影 那这看什么电影 小米烈啊 咱仨去看电影 是看电影啊 还是我看的你俩啊 哎呀 你说啥呢 我是想带你们去看一个公益电影啊 完了呢 还有一个公益活动 所以呢 我要带你们两个一起去 行了行了 全明白了 全明白了 小米烈啊 你没毛病啊 叔叔全听明白了 就你们俩 你们这是纯粹为了小爱 在这争风吃醋啊 人家小米烈为大爱积极创作 你说你俩臭小子 把这个劲儿要用到工作上 多好 米烈 叔叔支持你 我去给你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叔叔 嗯 您要是能去就太好了 对 谢谢 某些人哪 嗯 太弄我失望了 叔叔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好 哎小米烈 我也去 我也跟你去啊 你去什么去啊 你去一边呢去吧 上一边 你去一边那边 这是我 这是我 这边那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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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董事长啊 那个 刚才你说 他说给我和小米烈订那个带火锅的电套票 我要是当真了 是不是就不对了吧 啊 那你就太不对了 那我工作那事儿当真了没毛病吧 没毛病 这事儿没毛病 哎 哎 哎对对对 你报的哪个岗位啊 你们公司食堂呢 啊 我们公司没食堂 哎呀 这哪是爱情事业双风手啊 这是爱情事业双风沙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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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